20分 哈囉哈囉 已經到今年帶您入園馬最後一個議程 然後邀請到高建榮、榮哥跟我們分享 我們把時間交給他掌聲歡迎 我們今天的主題要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一個老舊的東西叫做JQuery 我很快用幾張投影片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的名字 你可以在網路上用這幾個字找得到我 然後反正這就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 我相信應該不難找 那我有幾本還在那個架上流通的書 一直賣到我都不知道該不該把它下架 因為出版社一直跟我說趕快寫第二版 但是因為他一直還在賣 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另外一本比較可憐一點 就是Ruby的書他已經決辦了 所以那個就算了 但是希望在今年下半年 我們還會再爬起來一次 這次會用新的版本來寫 然後這個是我的Facebook 所以如果你在Facebook上面找到這三個字 看起來那個像我的那個就是了 然後如果你 如果你要按加好友都很歡迎 但是 只要你的照片看起來不太像詐騙 我就會按OK OK 我們今天的投影片呢 其實大家過程中 可以不需要去拍那個投影片 因為我的投影片就是這個 趁現在 你只要拍這一張就好了 就是uvion.io然後寫線 JQuery JQuery 那個是Q 那個腳步都很不見 JQuery 好 來 我們今天就準備開始 大家平常有沒有在寫JavaScript 有嗎? 舉個手讓我知道 好可憐喔 來 大家有看到這一次CostCover的統計 大家最討厭的程式原因是哪一個嗎 那怎麼辦 這麼多人寫 然後這麼討厭怎麼辦 來 聽說大家現在都在寫VAR 大家知道什麼是VAR嗎? 這個 VAR Viu Angla 跟REA 對不對 好像這年頭不會這個東西 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東西是誤出來 然後很多時候 在那個 人力銀行上面 就是你要找前端工作 好像至少你要有一個 不管哪一個 VAR 隨便哪一個 那目前看起來好像 Viu跟REA 算是呼聲比較高的 那Angla呢 我印象中只有寶哥在很努力來推 所以他聲譽非常好 他那天直播跟我講 他說他聲音迎接不完 因為 廠商會找他做研究了 所以 趕快找 趕快去我那寫 好 然後再來都已經2022年了 還有人在 寫JQuery嗎? 讓我知道一下 舉個手讓人知道 其實還是有 對 我相信還是有 可是大家可能以為 現在大家聽到什麼VAR 那三大 那個御三家 事實上 目前在全世界試占率最高的前端套件 就是JQuery 它的試占率有超過八成以上 那為什麼大家 好像都沒有 都覺得這個很老 就已經沒有人在用 事實上 那是你的同溫層而已 你看不到 但事實上 它是全世界試占率最高的前端套件 我們講的不是框架 我講的是套件 好 它可以用來 操作瀏覽器的DOM的物件 非常好用 特別是 它可以跨瀏覽器支援 我再就看過去 我看大家都很年輕 所以你們應該沒有經歷過IE6 對不對 有嗎 你們只要沒有經歷過IE的時期 你就不會知道什麼叫 跨瀏覽器支援的痛苦 JQuery其實很大程度 幫我們搞定這個問題 而且 不對 現在IE已經死掉了對不對 據說已經死掉了 但是還有新的IE啊 Safari Safari要出來了 特別是手機版上面Safari 跟桌機版的Safari 他們的樣子不太一樣 來 但其實JQuery裡面有很多 那些大大門的結晶 它畢竟已經從2006年推出到現在 已經 十多年了 到現在還沒有保 就代表說它應該有些東西 如果它的Code是亂寫 一定會被人家罵 所以 我相信裡面應該有蠻多東西 可以值得學習的 那我們今天會帶著大家 就是 開編輯器 然後我們去看一下Safari 畢竟我們這一軌叫什麼 帶你讀緣碼 所以我們就真的讀緣碼 好 我們會Live的Demo 所以可能會 例如去 但請多包含 但我Demo之前 我先假設齁 這個再做各位 因為 如果說 因為說我會有一些前提 比如說 我會希望你知道 在JavaScript裡面的Scope 是什麼東西 變數的Scope 你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然後再來 你知道什麼是Function OK齁 其實你知道跟我知道可能不太一樣 來 那Function有分 箭頭暗示 你要知道什麼是箭頭暗示 你知道什麼叫 EFI 有聽過嗎 I-I-F-E 我都會聽到 都會叫它叫EFI 因為它就是比較好唸 EFI 這個很酷很厲害 整個JavaScript 就是一個很超超大的EFI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EFI的話 從第一行就看不懂了 好 然後你會知道 JavaScript的物件導向怎麼回事 很多人會說 JavaScript其實沒有物件導向 那是因為它看不到Class 它就覺得 這個JavaScript不是物件導向 它是那種什麼Prototype 這不是 事實上 照我來看 JavaScript裡面全部都是物件 它每一個跟每一個物件 之間都是用Prototype在連 所以照我來看 JavaScript就是物件導向 那些有Class那些 那個叫類別導向 我是這樣認為 然後所以 如果你知道這個 那個物件導向的話 應該說你會知道 Prototype 跟你 跟那個New那個Function 跟那個關鍵放下去之後 會有什麼效果 你會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 你會知道List怎麼看 欸這很難耶 知道List 你可以講 大概一兩個小時吧 光List本身就可以 但不管了 我假設它就會 好 那如果不會 就當作 就看我表演就好 來 大家想要看我用什麼編輯去表演 VIM還是VS Code 其實一樣 email說不行喔 email沒有裝 所以 可是 那個 其實兩個的配色是差不多 但是 那個 而且兩個的操作手法都一樣 所以其實 我用VIM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大概就長得像這樣 所以如果說 待會打開來看的話 大概長得像這樣 那 這是VIM 然後這是VS Code 所以長得差不多 而且 操作手法 其實也一樣 所以 其實對我來講沒有差 那只是 爽度問題而已 而且我今天看 好像 CostCover調查 最多人用的編輯器 就是VS Code 對不對 好像是 那我們就用VS Code VM就先放旁邊 雖然我很愛它 但是 先不要理它 而且 我在這邊操作其實都一樣 那我們要去 看這個VS Code 不是VS Code 看這個VS Code 看這個VS Code 首先要到它的官網去下載 就如果你回去 你要自己看的話 待在官網這邊來下載 喔 燈掉了 等一下 欸 等我眼線一下喔 燈燈燈燈燈燈 有了 這誰啊 棚 一個瓶子 一個瓶子 棚 來 這邊 如果說你要回去下載的話 這邊有些東西可以下載喔 那 在這邊呢 主要是下載這個3.6版本 但如果說你天賦一筆 你可以看這種 compress的版本 如果你看得懂的話 恭喜你 這是production 如果你看完 你可以直接上production 真的很厲害 但我不行 所以我只能下載這種 這個uncompress 沒有壓縮過的 正常一般 工程師看得懂東西 就長得像這樣 喔 我一定下載一份了 在我VS Code裡面 所以 我們從這裡開始看 來 這個是 總共 其實這個JQuery 應該是看得完的啦 因為它total也才 10881行 欸 這個是看得完的喔 你去比較一下 像剛剛前提唱 有講那個什麼SWIFT AppleSWIFT 那個真的程式碼 你看不完的 然後那個 我們不要說別的 我們說光說那個VAR好了 VAR三個 你們隨便一個 都是上 都是十萬二十萬的 我不知道 跟JQuery比起來 JQuery才一萬多行 而且 一萬多行裡面 大概還有2500行 是別人家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直接跳掉 大概只是 大概你真的需要看 大概只剩下8000行 所以 我們從前面來看 但我們今天不會 一行一行看 那看不完的 我們只有40分鐘 來 首先第一個 你看在這裡 開頭就是一個EFI 知道嗎 如果你不知道EFI的話 糟糕 第一盤你看不懂 好 這個EFI呢 它的 這邊會帶兩個東西進來 帶一個 Global這個 參數 跟一個叫Factor這個參數 這個帶我們再來看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個 如果說你去 跳到它的結尾的話 大概在第40行這裡 所以這個EFI呢 一開始 就是 騎車這沒一點大 這沒一點大 然後 它真正的重點 是在這個地方 會帶一個 那個Window進來 所以等於說 它把全域物件帶進來 那怎麼判斷 例如說 要去判斷有沒有 那個 Type of window 知道這什麼東西嗎 流覽器會有 你在None.js 你會不會有 所以 如果是流覽器 就是帶這個Window進來 那真正的重點 是在這個 後面這個 function 這個Copy function 這個就是它帶進去那個Factory 那這個呢 它的範圍 從第40行到 第 最後一行 看到嗎 所以它整個 就這麼大 從第40行 就是這個本體 也就是說 其實整個 JQuery 是被包在一個JQuery裡面 被一個 等於說我寫了一個 function 帶到這個JQuery裡面 因為 EFI的好處就是 它裡面的變數 跟它的scope 不會溢到外面來 外面的東西也不會 也伸不進去裡面 所以它可以很好的 包裝在這個東西裡面 但它其實還是 還是有些 露出來的 如果它不露出來 你怎麼用它 所以 還是會露出來 例如說 例如說 這個 你一定露出來 是這個 前字號 對不對 JQuery不是一定的前字號嗎 這前字號 怎麼樣 例如說 像我這個地方 先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一個 Fish Fish的Li 所以這裡好幾個Li 那我來 抓一下 用前字號 然後用一個CS的選舉器 可以用Fish 然後Li 這樣 有用過嗎 好啦 希望大家有 它就會抓到這個 你們會看到這個東西 它會 回傳一個JQuery 然後點Fn.init 這個物件回來 大家看到這裡 你們會覺得說 啊這個就是個陣列 你行耶 這個不是陣列喔 這個不是陣列喔 它是一個物件 它不是陣列 它只是剛好有 01234 這個 這五個Key 這五個數字的Key 它並不是個陣列 它看起來像是陣列 但不是陣列 不要把它當陣列來看 好 然後 那事實上 這個東西喔 在哪裡 為什麼一開始 你就可以用這個前字號 它怎麼 這會怎麼污染到 你全域變數的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在最 這邊 這邊 這一行 先不管這個 這會是什麼東西 這個應該就是 這個JQuery的本體 那我們再來看 然後你可以看到 在Window的 直接在Window全物件上面 直接塞一個JQuery 在這邊直接塞一個前字號 所以這個前字號 跟這個JQuery 是一樣東西喔 不信的話 你回到瀏覽器來看 你看 前字號 等等等 JQuery 是一樣東西 看到嗎 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 有時候你可以用前字號去抓東西 或者是你可以用JQuery去抓東西 效果是一樣的 因為它們兩個是一模一樣的方式 到這裡有跟上嗎 可以齁 希望跟上 那 還有一個 其實這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像這種 像這種 前字號啊 它為什麼可以在整個瀏覽器裡面 可以存活著 像這種沒有寫的齁 它其實就是代表它 它前面啊 有加一個Window 點前字號 這個大家知道嗎 這個Window是在 這個Window就是整個全域的 在瀏覽器的全域物件 所以 如果你要去看的話 Window 點前字號 等等等 前字號 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 只要你前面沒有寫的 然後 應該前面等於之後 它還有隱含的 隱含的這個Window 所以 Window 點JQuery 等 應該等等等 JQuery 應該是一樣的 但這裡有個 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的是 我們剛才講到說 像這個前字號 前面只要沒有寫的 它就會是一個 Window 對不對 那 Window 本身前面是沒有寫 對不對 所以 Window前面應該有一個Window 對不對 那 前面應該還有Window 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就是Window 看到嗎 它是一個Window.Window.Window 它可以無限一直Window下去 很無聊啦 但它就是一個 很 大概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因為 你只要在 那個Java screen那種 全域的變數 它通常是 依附在那個Window 那個東西底下 我都忘記了 我戴鍵盤 來 可以齁 這個是冷知識啦 來 我們再往下看 剛剛到 進到 在哪裡 這裡 繼續往下看 大家是不是在這一行 在幹嘛 知道嗎 知道 這個是那個 等於說要開啟 瀏覽器的那個 嚴格模式 不是嚴格模式 嚴格模式 就是 不要亂寫 那些變數 那些 那些什麼 list不會無緣故 就是指到外面去 所以這個 這個嚴格模式 它開到這個 function裡面 也就是說 我即使開了 那它也只會影響到 這個if本身而已 它不會影響到外面 所以不用擔心 它壞也不會害到別人家 在外面還是可以亂寫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邊 看這個變數 看這個 AR 就覺得 你們這大師 用什麼AR的名字 啊這是幹嘛 也沒有解釋 對不對 事實上喔 還有 應該在這裡 你看這裡 你看第52行 你們這個 slice 這個 slice 它其實是一個別名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 你應該說 作者 他想要 直接可以呼叫 slice 這個方法 事實上 這個 slice 其實是 去借這個陣列裡面的東西 等於說 要做一個 alien 做一個別名出來而已 懂嗎 然後還有像這個 有沒有 這個一樣 你看這個 AR這些都是 所以它一開始做這個 這個怎麼叫AR 這個空陣列式的目的 我希望借這個 這個陣列身上的一些方法來用 並且偷懶的 把它做成一個 slice 再做成一個名字就好 後面這個也是喔 你看這個 這個 getPoto 它的全名是 object.getPotoTypeof 本來要打這麼長 它現在做個別名 只要打這麼短就好 這樣也是 挺方便啦 工程式很拖爛 所以你看這裡 有沒有 push 一樣 都從這裡借 都從這裡借 好 那這邊有個class 這個classToType 這個看起來是個物件 那 你看又來了 有沒有看到 這裡 直接跟你借一個 ToString這個 function 來用 直接借來用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一般的 一般的空物件 沒什麼意義而已 好來 我們再看 所以這裡 欸這個 這個很好玩 這個is function 光看名字 你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還是做什麼 對不對 去判斷那個東西 是不是 function 來 如果是你 不對 如果是我 我大概會這樣寫 typeof 某個東西 然後等等等等 function 對不對 我大概就這樣寫 已經夠了 我們看看 看看大師怎麼寫 這裡 他這樣看一段 這一 這一 這一段 這一條 還有底下 這個都是 我寫的只會 前面大概前面在這一段而已 可是看起來那些大師們 考慮得很周全 然後還有什麼這個 no type 什麼阿郭的 還有這個什麼 object.item 都不知道幹什麼 但 當然這些一定有原因的 原因是什麼 上面這裡的註解有寫 一看就知道 大概就是雷軟器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最會可以跨瀏覽器之遠 就是因為 他都幫你想 想得很多 也就是說你可以從這裡 可以學到 曾經那些瀏覽器 那些 那些 對那些瀏覽器的 曾經有什麼坑 這裡 那個大師都幫你準備好了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像這個 是window 我要總看它是window 我大概只會判斷後面這句 這個而已 然後再來 我們再看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 是 不是這個 這個 你要怎麼去判斷數字 你要怎麼去判斷數字 你要怎麼判斷數字 type of 等於number 對不對 我看看要怎麼做 你看看要怎麼做 你看看要怎麼做 我只會做前半段 那後面這個是什麼 其實我看不懂 為什麼你會放那字串 它一定有原音的 還有這個 你看這個東西 什麼 is n a n object in pass 這什麼 我根本不懂 當然你要去看這個 你要看這個註解 就看得懂 它為什麼要這樣寫 一定有原音 但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從這個地方 我相信可以學到一些 就是 書上不會教的 因為這些東西 老師自己都不會寫 所以不要預期 你書上會到這些結果 那這些結果 為什麼他敢放在這裡 難道是這個作者亂寫嗎 這個已經十幾年的東西 而且這麼多人在看 這個東西已經不會亂寫 它一定有原音的 原音起來上面這邊 所以你在學習程式碼 學習這個圓碼的過程中 你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歷史 就是曾經發生過的事 雖然這些東西 可能跟大家在做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就當故事看也不錯 好 好 我們回去看看剛剛那個地方 剛剛到哪裡 看那個原始碼 就是這樣 有時候看一看 突然一閃生 就忘記看到哪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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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 第157樣這裡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訂一個這個 JQuery 這一個東西 咦 他們沒有宣告 喔 這裡 他用VER宣告 所以他宣告一個 這個JQuery 這個 這個東西等一個 function 你看一下這個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觸解不要理它 但是你可以看這一行 你看這一行 這一行 你看到它還是有new 我們剛剛在外面 在用那個前字號 在這邊 用前字號 欸 懂 這個下去了 這個下去的時候 它回傳一個物件回來 怎麼怎麼呼叫一個 這個這個前字號 呼叫這個JQuery 就會得到一個物件 通常我們要的物件 通常都是你寫一個 function 然後去new 用new才會產生一個新物件出來嘛 所以照理說 這個東西應該有new 所以再回來這裡追 追到這裡看 你看有沒有這裡 它果然還是有new 所以這個JQuery呢 它雖然是個 function 但它裡面還是有回傳一個叫 JQuery點什麼東西的 INIT不管 但它前面還加個new 代表它是走那個一般的 那個建構函式流程 在這個建構函式流程的過程中 當你在前面加個new的過程 然後前面就 然後這時候就有個list list只向一個空陣列 空物件 然後開始塞東西之後 最後把那個list 回重回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講什麼 不知道 就當我在看我表演就好 來 所以你會看到這邊 我把select傳進去 把這個context 不知道是什麼 傳進去 它再傳給這個 所以待會我們就是追 這個init到底是在幹嘛 你就會知道 它為什麼可以生出那東西出來 好 然後再來 這個地方 看這一段 來 所有的 在這個jQuery裡面 所有的function 都有 prototype這個屬性 而這個prototype的屬性 預測是一個空物件 所以 這邊呢 它底下 你可以看到它在底下 做 它把塞的一些東西 進到這個jQuery這個function的prototype裡面 但同時呢 它還把它弄成一個叫做 jQuery.fn 為什麼這樣寫呢 我猜就是藍啊 就是可以稍搭幾個字 所以是 如果說你在外面這個地方看 你一測的話 應該jQuery 不用 jQuery用錢 錢字號 點 錢字號 點 fn 應該是 錢字號 點prototype 應該是一樣東西 知道嗎 根據程式碼 程式碼寫的嘛 程式碼是這樣寫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個 這個 他們這個prototype 大概把它指定到這個fn上面 所以 支援你只要看到 jQuery.fn 它事實上指的就是 jQuery.prototype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猜它就是 就只是簡短而已 所以這個 上面這個 jQuery.fn 它其實就是 prototype 好 我們再往下看喔 所以在這個裡面 你可以看到一些什麼 圖兒位啊 這些比較普通功能 這個就大家在自己 慢慢看就好 這邊 我們主要是 打整個架構看一次 像這個map each 這些 它幫你定義好的 slice 再一下 追追追追追追 再往下看 好 再來 看看這個extend 這個寫法 我不知道在這邊看得懂 好 這個 jQuery.fn 就是 jQuery.prototype 他等於說是 在jQuery 這個function的prototype上面 再另外再加一個 叫做 extend這個function 那為什麼前面這個 又拿掉呢 是因為 他希望可以 用jQuery.extend 或者是 jQuery的fn.extend 都會是一樣的效果 有一種那種 在物電導向裡面 實體方法 又是類別方法的感覺 我不知道 你們理解我那個概念 就是 這個可寫可不寫 好 那他這個 這個function其實有點複雜 但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這個extend 在那個jQuery的官網上面 這裡 你可以去找 在這個地方找extend 去找一下 這邊有白話文啊 不是白話文 就是說 說明說 這個function在幹嘛 他可以把 就是這裡面 你傳進去的這些東西 他全部把它merge 成一個 merge到第一個target身上 等於說 你後面可以 插N個物件進來 然後他都會把那個物件的屬性 一個一個塞到第一顆身上去 好 藉由這個方法去做擴充 所以如果你曾經有機會寫過 jQuery的擴充套件的話 大概你會看到 jQuery.extend 那就是在對原本的jQuery 再塞東西進去 好 就是這樣做的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其實蠻長一串的 這個從257行到300多行 這個有點大 但你看他寫完之後馬上 馬上在329就繼續開始用它了 所以他前面定義完之後 接下來就開始用了 用這些也是在擴充擴充 這個擴充我們就跳過他 擴充跳過他 都來幫他加功能 幫他加功能 都來加功能 這些都是 好 看起來這些都還是 有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第523行 這個東西CISO 這個不是那個獵人的吸索 CISO 這個東西啊 你看它的說明 這裡有寫 它是一款CSS的選取器的引擎 知道CSS選取器嗎 我講話是太快 所以大家聽不懂 還是 大概跟不上 我在講東西 OK 選取器就是剛剛 誒 流氧器呢 在這裡 就是 誒 那我會把他寫下來 所以來看一下這東西 你可以看到 從這裡 你看從這個地方 一開頭 第11行 開始 到第 兩百 就是這樣 兩千五百行 兩千四百 兩千五百行 整個都是CISO 它也是一個IFI 所以它等於說 在這個JQ裡面 它又引進了這個整個CISO 你看喔 從這裡開始 你看一模一樣 照抄耶 從這裡 整個照抄到 你看如果兩千多行 現在五百多加兩千多 兩千四大概會到 兩千九差不多 它整個照抄 照貼過來 有沒有覺得 偷音的程式嗎 其實不是偷啦 這裡它做的 它只是把它分成不同的套件而已 所以 你如果去看 CISO.js 你就發現那個就同一個人坐著 這沒什麼好抄不抄的 那這個在幹嘛 你再往下翻一點 你就看到 這裡這裡這裡 你看這個 剛剛不是我說的這個CISO是幹嘛 它可以做 它是那個CES選舉器的那個 那是什麼 什麼引擎之類的 所以 如果你在JQ裡面 用Find 其實它就把這個CISO 灌給這個Find 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你想去找那個 那個東西 你除了用 以前你可能用Document.codeSelect之外 你也可以用這個 然後點Find 去抓到 Fish 然後LI 有沒有 一樣可以抓得到 一樣可以抓到 OK嗎 那 事實上 那個就是 它就是在做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對吧 OK 好 所以 它那個就是 之所以可以用選舉器 去把東西找到 原因就是因為 它在JQ裡面 它收篩了 大概2400多行的 那個CISO CESO選舉器 在裡面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 欸你看這個 這一段 它看懂這個字嗎 就是要拋棄掉 所以這 底下這幾行 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不見 好 這大概就是要丟掉的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再來我們現在翻一點 記得這邊有一個比較有趣的 恩 喔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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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還記不記得我剛剛前面有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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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應該 它應該是哪個 function 前面還沒有看到 在前面很前面一定沒有看到 但現在現在才 才發現它定義在這裡 好 它定義它就是這個 它是正式的 function 然後它會塞 選舉器進去 然後塞一個 這個 context 進去 然後呢 它還就是這個 它又做了一個 你看又做了一個 這個叫做 算是捷徑吧 這個 這個 一定的這個 變數 讓你可以在底下可以方便 用 那這個東西在幹嘛呢 我看一下喔 你看這裡 如果說你有傳 那個 select 進來的話 如果沒有傳 例如說你包括一個空字串 你傳一個空的 然後傳一個 on define 然後傳一個 false 進來 只要沒有 沒有選取去進來 它就會回傳 list 回去給你 所以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試試看 你就是不要傳東西給它 你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list 這個就是它回傳的東西 就是那個空空的東西 但如果有呢 你會往下翻 你會往下翻 再往下翻 因為這是透過 new 伸出來 所以它照理說 最後應該回傳 list 回來 那這裡 你看這裡 它應該回傳 list 回來 但它最後呢 應該 我記得它回傳一個奇怪的東西回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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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array 那這個 make array呢 它會傳兩個東西進去 它會把選取器傳進去 它會把 list 傳進去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list 這一個東西在哪裡 應該在很前面的地方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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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00多方這裡 看看這傢伙在幹嘛 這個是 呃 選取器 這個是 list 所以在傳進的時候 如果這個 list 是空的 就給你一個空陣列 那如果有東西的話 它就開始在那邊轉回圈 看起來這邊要 開始轉回圈嘛 呃 這裡開始塞東西進來 最後把 list 回傳回去 所以 當如果有抓到東西的話 你看喔 如果這個地方有抓到東西 例如說 有一個fish li 有抓到東西的話 它會除了回傳 那個物件本身之外 它還會 回傳這個東西回來 這個東西怎麼來了 make array生出來了 看到嗎 make array會生成東西出來嗎 OK 是跟不上還是 看我表演沒關係 好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我們就往下翻 看看3000多行 可能3000 喔 3100 差不多 3100 3100 我記得3100多行 還有一個東西可以看 3200吧 剛剛到這裡 在這裡 然後再來 3200 這一行 這一行 大家可以在這行 還記不記得 剛剛我們講到 init是嗎 init 其實這個init 這個init 等於 剛剛那個 欸 你 什麼啊 我馬上忘記 這是很原子 跟鯨魚一樣 就這個 就這個東西 在這裡 就它 就這個東西 所以 等於說我現在在 剛剛這個地方 如果我在這個地方加上 在這個方 這個方形身上 加上一個Prototype 然後把fn 把這個jQuery fn 這個fn其實就是Prototype ok嗎 這個Prototype 所以 這意思就是說 我把jQuery的Prototype sigInit 這個function的Prototype 這一行的意思是指說 只要你是透過 new出來的 你除了做出來 會有正列之外 你還會有 所有相關的功能 包括說 例如說 你看這個 像這個地方 你看 點開這個地方 會有add add class 例如說像這個好了 我們就要看add class 例如 假設我們已經看 剛剛這個前字號 是用這個 點fish 點li 然後可以 抓出來之後呢 應該抓到這一坨 那這一坨裡面 有一個叫add class 你可以去幫它 加任何屬性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 就它就有這個class上去了 那這個怎麼來的 這個上去就是 你只要是 它new出來 透過它只要 你只要是一個 jQuery 點fm 點init 你只要是一個這樣的物件 你就會有這個功能 好 就是這一行造成的 這一行 這樣造成了 我看一下我們時間還有 十分鐘 來 希望可以完成 我直接跳五千行了 中間這裡有一個我覺得比較 需要特別提的 應該是五千 一百 來 多行 大概會兩千行左右 這邊 這個地方我們 可以看得到這個 JQuery的event 這一塊就是 那個 JQuery在處理事件的地方 的用的東西 例如說這邊會有個add 然後你可以看這一塊 你可以看它 可以塞一個元素進來 可以塞一個type 例如說可能是click 可能是任何事件 然後一個handle在這裡 所以JQuery本身也有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也有一個自己的 那個事件系統 好 然後再往下看 然後再往下看 我記得下一個應該是在 九 九千多行 九千三百多行 再來是 九千三百 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 Ajx 如果你曾經用過JQuery Ajx 你就知道它應該是 用起來應該是 錢字號.ajx 就長這樣 就這個東西 那 在以前 如果 假設你今天不是用那些厲害的套件 不是用那些什麼 像 x60 還是用其他者 廢取之類的 以前你必須用什麼 用 xml http request 有用過這個嗎 很痛苦的 很難寫對不對 現在你可以用 lan 或是async away的方式來寫 輕鬆很多 所以這個 就是它的那個 就是Ajx的這個地方 差不多在這裡 那應該剩下面多少行呢 我記得大概 剩下這個 就比較 沒那麼重要 最後在 這裡 這個這個這個 你看看這邊 這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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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行在幹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你看它把 原本的window.jQuery 塞給這個底線 jQuery 把這個window.前字號 塞給底線前字號 然後再來 它想幹嘛 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 你會不會有需要在 同一個專案裡面 裝 jQuery 1 而且裝 jQuery 2 而且裝 jQuery 3 有嗎 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需要做這件事情 什麼時候看到 升級就升級了 為什麼不升級 升級怕會出事對不對 舉例來說 假設我們今天 在做一個套件 是那個 那個 跑馬燈的那個套件好了 那可能是用jQuery 很快可以做完 那如果說那個套件 它就只寫實在1點多版 然後你的 那你為了要用那個套件 所以你硬要裝jQuery 1點多版 然後再來你可能有 但你的網站 你本體可能是jQuery 3點多版 所以其實我之前有在一些公司 我們去做一些器械訓練的時候 就有看到就是 欸怎麼為什麼在影裝 裡面會有兩套jQuery 因為那一看就看得出來 但 這個 如果是遇到怎麼辦 其實這邊有這個功能 這個 no conflict這個功能 來仔細看一下這個在幹嘛 你看當如果我去呼叫 no conflict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 呃 它會去把這個原本這東西塞給它 它就去判斷了 其實 更簡單的講就是它把這個東西把它釋放出來 舉例來說我先重整一下 重整一下 好 這時候我前字號是有了 是有東西的 對 前字號是有東西的 那如果說我可以用 呃 前字號 或者jQuery -no conflict 這樣 這樣 當我這個下去之後呢 我的前字號就會失效了 就不見了 就失效了 那 可是jQuery還在喔 jQuery還在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讓它真的不見的話 其實你只要CancelsCode 你看這裡 如果你這個dip是True的話 它會連jQuery一起把它清掉 但是jQuery會回重回來啦 所以不用怕 所以 如果這個地方放True的話 不只你的jQuery不見了 你的那個 還有一個什麼 剛剛那個前字號也不見了 因為這兩個就被放掉了 可是放掉要幹嘛 其實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這樣想齁 如果我這個 我現在版本是jQuery3嘛 你可以這個 用一個例如Cancels一個jQuery3好了 等於 這個 前字號.no conflict 然後把它放出來 True好了 這樣 所以 我的前字號不見了 然後我的那個jQuery 不見了 可是這時候我有jQuery3了 jQuery3可以去抓fish 有沒有 做一樣事情 等於說我可以把某些版本丟給 丟給 丟給這個叫jQuery3 隨便給它名字 或者我們給它什麼 什麼QQ什麼的 隨便 反正就是 因為總是會有機會 你會在同一個專案裡面 裝不同版本的jQuery 我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有原因的 而且你不敢動 你動的話 你可能出事 你要扛對不對 所以 這個地方就是這件事情了 這個其實蠻妙的 還有留這個洞給你 退出去 把這個jQuery放掉之外 之餘 還可以把return回去 所以你只要去呼叫這個 no conflict 然後給它這個true 然後就可以 把那個 那個版本的jQuery釋放掉 然後 只給另外一個變數的常數 然後 然後 好像沒了耶 差不多耶 欸 好像沒了 好 我剩下4分鐘 來 所以 其實 你透過看jQuery的過程中 雖然我們沒有 沒想沒想看 但是你可以 大概知道說 這個整個jQuery 它是在一個超大的ivy裡面 包在裡面 然後裡面呢 它又用很多的別名 老實說 我覺得jQuery寫得有點亂 就是 它的那個 別名取得有點亂 但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可能 歷代 大家都這樣寫 然後這個經過很多人的寫 對對對 那些 呃 應該經過歷代 很多代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看到很多var 現在 大家不是說 現在應該用什麼let 還用concept嗎 怎麼現在還要用var 對 那一定有些原因 也許它就不想改 反正 反正它 因為就算它用var 有怎麼樣 因為它是包在整個if裡面 它用let 跟用var 其實不會對外面的世界造成什麼影響 所以 這倒 還好 好 那 我 最後啊 其實有幫大家畫一個重點 所以 重點就是 例如說 這裡 上面就是行號 14行到40行這個地方 有一個if 起手式 所以如果你在追的時候 我這個是追第三點 六點零版 所以你就按照這個行號去追看 看看能不能 能不能 這裡看得懂 然後這個 從第40行到第10880行 就整個超大 那個整個 就是那個jQuery的本體 在這裡 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 這裡會定義jQuery 你會看到這個地方 會有個new 然後會有一個jQuery 方式 init 這個fm就是prototype 然後init 後面就會提到 所以事實上 當你去呼叫這個前字號的時候 它就是另外 它會呼叫另外一個方式 回傳一個new的東西回來 所以它呈現一個物件出來 好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從cicl.js的整包 有沒有 從523到2978 這一段 整個都是cicl.js的 好 然後 還有 弄完之後呢 把這個cicl.js灌給它 看還有沒有別的 然後初實化 在這個地方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這個 這個可以花點時間去看懂它 就是這個functioninit 因為這個就是前字號的那個本體 所以你看懂這個 這個初實化 然後它這個地方 會有個make array 會幫你做出 如果抓到的東西的話 就會產生01234那些東西出來 看起來像正列 但事實上不是正列 它是一個物件 它只是剛好用數字當key而已 然後這個地方 喔這個 這一行的寫法就是 它可以讓那個 原面的出來的 那些物件 都可以有整個jQuery的prototype 所以到這裡啊 如果你對 那個javascript的prototype 不太理解的話 這個地方就會有點亂 那 想要看那個 想要知道那個prototype 是怎麼回事 可以去找 嗯 市面上蠻多書的 都寫得不錯 好 然後事件處理在5000多行的地方 這個我倒沒有特別看 我只看到大概這一段在裡面 然後在ajax大概在9300到9800這一段 可以翻一下 你可以看得到它應該是用XHR的方式在寫 然後最後 這個地方 這我剛剛講的 如果有些板號問題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no conflict的方法 把它 撤出去 把它暫時先放掉 然後你就可以引入別的jQuery的版本 然後最後這個地方是把它放到 全域變數上面 因為如果不這麼做 它根本就是 在if裡面做完就沒事了 所以它總要做了這麼一萬多行 它總是要留意 它要做出東西出來 要汙染到外面嘛 所以它就汙染了兩個東西 汙染了一個叫jQuery 跟汙染了一個 前字號 就這樣子而已 所有東西都包在if裡面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把這個整個全域物件 就windle傳進來之後 它就只有汙染這兩個東西 其他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其實 是一個蠻好的設計喔 就是如果說你 假設你今天在做套件 給別人用 你應該不會想要去汙染別人的東西 那你 別人應該不會想說 我裝了這個套件之後 裝了這個JSLibrary之後 然後就壞掉了 所以這個if是 在做套件的時候蠻好用的 不只它啦 其實蠻多套件在做的時候 都用類似的手法 好 唉唷 哇 裝好準喔 4點 那 這是我的Facebook 如果你看到 你的家你就按下去 只要你的照片 看起來比較像詐騙 應該都行 來 這是好影片 有沒有什麼問題 轉太快了 對不對 我練很多次 哈哈 有沒有發現 你在寫的JS跟我寫的JS是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之前常常去做一些GIT的企業訓練啊 然後我們去做演講分享之後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呃 你用的是GIT 我用的是GIT 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在看一些 例如說 那些 大家玩遊戲嗎 看看別人玩遊戲嗎 例如說像魔物獵人好了 我拿一樣的裝備 跟他一樣的屬性 跟他一樣的就是 反正都長得一模一樣 人家就可以在 就是可以什麼 一分台兩分 兩分台三分台 可以很快把魔物打死 我就是不行 怎麼怎麼做到的 他怎麼做到的 所以這個不是Gateify 是技術不好啊 所以很多時候 JQ就放在那裡 JS放在那裡 你要讓自己變厲害 不要只有一天到晚 就碰那些框架 然後卡在自己很 就是 你要多花一點時間 在那個本質上 這才會讓你變得更厲害 如果只是花時間在框架上 呃 不是不好 而是 不要忘記 那些所有的框架 本質上都是JS 所以如果JS不熟 像剛剛這一段 你去追Polotype 你就追不出來 好 看起來大家沒什麼問題 那 就這樣 可以課金嗎 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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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裝備課金 然後 OK 好 那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再次謝謝 高見隆隆哥 然後 今年的 帶您獨院馬醫神葵 就到這邊 全數結束了 然後 下次見 OK OK 我要加好了 我要加好了 OK 你按按了 按了 我等一下再再 按按了 今天也是一樣要 Shake一下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走 好 好 太大了 谢谢大家